国会今天三读通过了滥用毒品法令修正案 内容包括加大力度保护未成年人 避免他们因为成人的试毒问题而受害 那么今后让少年或孩童接触毒品的人 将受到法律制裁 蓄意介绍毒贩给他人认识 也属犯法行为 律政兼内政部长沙姆根 在国会提出滥用毒品修正案二读 强化打击毒品框架和改造机制 是两大主要修订范围 在修正案下 让未满16岁的人接触毒品及吸毒用具 将面对坐牢的刑罚 为了防止人们轻易接触毒品 当局也将取缔介绍毒贩给有益吸毒者 指导或传授他人吸毒资讯 也是犯法行为 改造吸毒者的方式也将做出调整 只犯吸毒罪而不涉及其他犯罪行为的试毒者 如果承认吸毒 将被关进戒毒所改造或受当局监管 不会被控上法庭 至于犯下较轻罪行的吸毒者 速读局和总检察署 也可斟酌决定是否要提控他们 另外当局今后也能采用头发验读技术 要求检验结果呈阳性的可疑吸毒者 接受监管或改造